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贪多拉 今天,我们来分享如何制作3D动画 如果我告诉你,学会制作这样一个动画短片 只需要几分钟时间,而且工具全部免费 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制作它吧 首先,我们来介绍制作3D动画人物的手机应用 它的名字我会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中 这里就是这款App的界面啦 它的操作相当简单 我们可以选择平行或3D方式移动角色 因此可以360度自由选择动画人物的视角 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些默认角色可以使用 点击更改按钮,就会出现动画人物的列表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喜欢的人物进行创作 点击应用按钮,确认我们的选择 然后调整动画人物的大小以及位置 这里它还提供了一些效果 例如裙摆以及阴影 附加的贴纸类效果 后期的滤镜效果 背景颜色或图片 光照的角度以及强度 设定好这些之后 就到了设计动画人物姿态的步骤啦 我们点击选择姿态 可以看到它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姿态可以选择 比较厉害的一点是 在选择不同的姿态时 它会提供过度的动画效果 这样在不同姿态之间切换时 就非常的自然顺滑 这为我们制作动画提供了非常棒的基础 另外 我们可以将需要的姿态保存到这里的列表 就可以快速选择它们啦 完成了姿态的选择 我们还可以设置表情给我们的动画人物 这里它提供了方便的操作 我们可以轻松控制动画人物的嘴巴 以及眼睛的移动 还有预设的表情包 例如生气 开心等等 就这样 简单几步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动画的设计 包括人物的姿态表情 以及说话的效果 我们可以将背景设置为纯色 然后就可以录制动画 来进行后期处理啦 现在 我们介绍另外一款手机应用 来制作一些动物角色的3D动画效果 这款应用 与前边制作人物动画的APP 属于同一个系列 可以看到操作界面非常类似 我就不在这里 详细介绍啦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提供了多种动物角色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 这款应用非常厉害 它直接提供了预定的动画效果 因此比起人物动画的制作 这个就方便太多啦 我们选择这只狼 尝试一下它可以做什么 首先是全3D的观察视角 然后我们看它都有哪些预设姿态 我们尝试让它跑起来 是不是很酷 我们可以动态调整观察角度 实现非常逼真的动画效果 同样 与之前一样 我们设置好满意的动画效果后 就可以设置背景为纯色 然后录制动画 进行后期处理啦 我们看一下其他动物角色 看看有没有有趣的效果 可以帮我们构思下创意哈 完成了人物动画效果 以及动物角色的动画效果 我们就可以开始后期处理了 首先我们来创建场景 我们可以使用Blue Yellow 生成一片森林前边的草地 然后到Motion Leap中 去实现一些简单的滤镜 以及动画效果 例如云朵飘动的天空 流淌的河流等等 这样 我们又完成了场景的制作 接下来 就是到剪映中将前面的动画 以及场景结合起来啦 我们导入动画后 首先截取需要的片段 然后移除人物动画的背景颜色 以及不需要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人物动画的效果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添加动物的动画片段 同样的操作 移除背景 以及不需要的部分 然后在开始 以及结束的部分 设置关键点 以生成动物角色移动的效果 合成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啦 好啦 这就是这期的影片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ic以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